美国大选即将开始 拜登的支持率一路跌到了冰点 被特朗普压着打 看起来毫无胜算 然而就是他 这三年把美国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2020年时美国离崩盘只有一步之遥 在历史上 美国长期搞的是孤立政策 不管欧洲怎么闹腾 美国都关起门来 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 依靠在20世纪初期 美国积累了可怕的工业实力 最终登顶全球 所以在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 非常坚定地认为 美国之所以衰落 就是因为管得太多 管得太宽了 还动不动打仗耗费了太多的资源 全球驻军更是烧钱 特朗普说 欧洲关我们什么事 亚太关我们什么事 地球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只要记住 美国优先 于是特朗普快速开启了 逆全球化的过程 美国各种退群和所有盟友的关系 降到了历史冰点 在特朗普的治理下 普京也度过了他最顺风顺水的黄金四年 这四年 欧洲和俄罗斯快速融合 根本没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打仗 沃克尔 马克龙和普京关系融洽 北溪二号管道正在快速建设 各种经济合作广泛开展 所有人都相信欧洲会和俄罗斯成为一个整体 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反俄声音也被各种压制 特朗普也说过 有我在 冲突根本不可能爆发 而另外一个风头正见的是马克龙 特朗普对北约完全不在乎也不上心 还把所有的欧洲盟友全部都得罪了一个遍 在G7会议上经常被他的欧洲盟友们各种怒怼 马克龙高呼 北约已经脑死亡了 这四年时间 马克龙一直在筹划一件事情 就是建设欧洲军 让欧洲脱离北约的控制 而特朗普对此毫不在意 说北约有啥用 能当饭吃吗 能帮美国挣钱吗 我凭啥要管你们欧洲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 美国的核心战略伙伴日韩呢 由于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安倍压保了希拉里 导致特朗普对安倍一点好感都没有 在位的四年时间 几乎和日本没有达成任何的合作 不仅如此 更因为文在寅有着鲜明的国家意识 特朗普和文在寅之间也几乎是零互动 只是不停地要求增加韩国的军费 文在寅对特朗普是能躲就躲 特朗普在亚太唯一上心的就是想拉拢朝鲜 搞了几次金特会 结果最后也无疾而终 没有任何成果 因此特朗普的无为而至 中国加入RCEP和东盟的关系高速发展 不仅如此 中国还和欧洲签署了中欧投资协议 都已经准备好了开始于欧洲的蜜月期 那个时候 冯德兰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对于以上 特朗普通通不在乎 一副关我屁事的样子 特朗普说我只关心马嘎 要让美国的工业重新振作起来 其他的都和美国没关系 如果特朗普再这样搞四年 美国就真的废了 美国能活到今天依然是超级大国 纯粹依靠美元的金融霸权 依靠全球的军事基地进行经济收割 如果不发行美元美债 美国当天就得崩 而一旦美国失去对全球的控制权 美元还有人要吗 如果特朗普再干上四年 会怎么样 欧洲 俄罗斯 中国 东盟的经济将高度融合 到时候根本就没美国什么事情了 而特朗普说要重振美国工业 中国听了这话就笑了 说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再给你一百年的时间 你去振兴看看 所以 事实上在2020年 美国的盟友体系几乎已经要分崩离析了 俄罗斯笑哈哈地在欧洲挖美国的墙角 忙得不亦乐乎 而特朗普一脸痴呆地说 北约有啥用 把我搞毛了 我把北约解散了 嗯 我这里强调下 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 特朗普一直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不对付 相互看不顺眼 特朗普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军全部撤了 特朗普说 我让你们用几百美元的咖啡杯 我让你们采购几百万的山羊 合着你们挣钱一点都不给我分 当我这个三军总司令是摆设 但是太可惜了 在关键时刻 特朗普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 他居然败选了 接着拜登上台了 不得不说拜登不愧是美国的典型精英政客 技术非常成熟 上来以后三下五除二 扶大厦之江青 往狂澜于祭岛 很快就扭转了特朗普治理下的不利局面 在欧洲 拜登全面发动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彻底斩断了俄罗斯与欧洲的经济联系 而在拜登的影响之下 冯德莱恩迎来了历史高光时刻 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大 贝尔伯克完全控制了德国外交 而马克龙的声音彻底被压制了 北约的队伍就这样被重新拉了起来 欧洲军再也没人提了 在亚太呢 日韩开始紧密的团结在美国麾下 开始全面反华 拜登逼迫韩国不得不全面倒向日本 想建立铁三角 韩国更是带头想搞中国 在拜登的威逼利诱下 东盟更是传来不和谐的声音 菲律宾投铁要做炮灰 三天两投的就过来挑衅 拜登更是动用自己的影响力 冻结了中欧投资协议 拜登更是口腹密箭 一边高呼中美绝不脱钩 一边加紧逼迫供应链撤离中国 更是在这三年 让台海局势不断出现危机 可以说 特朗普差点就让欧亚大陆融合了 结果拜登上来后一顿猛锤 让整个世界重新分裂 拜登说 看到没有 老子回来了 美国还是那个美国 所以看清楚了吗 这三年来拜登挽救了美国 让美国苟延残喘得以续命 你还觉得他是个糟老头子吗 这里你可能就问了 拜登这么牛逼 那为啥在最近的选举中节节败退 支持率不断下滑 最关键的就是美国经济滑坡 这个是拜登支持率大跌的关键原因 占了权重的80%以上 因为尽管美国把GDP技术性做高了 但是发电量和工业指数摆在这里 美国的经济滑坡是肉眼可见的 而且股市也就是前几名的科技股 人为做出来的泡沫 不仅如此 美国失业率在上升 而且通胀不停地在上涨 经济不好是所有人能切身感受得到的 所以当然对拜登不满意了 但是这一点真的不怪拜登 在特朗普时代 美国利率几乎低到了逼近零点 这样的状态之下 经济当然好了 因为特朗普疯狂地在比美联储降息和印钞 结果拜登来了 以美国金融资本的大局为重 开始了加息 今天美国想要加息并彻底回血 从体调上来说 除非是能收割中国 但是美国有这个能力吗 完全没有 不仅如此 碰到中国这个硬茬 美国加息是杀敌八百 自杀一千 你想 现在美国加息都已经超过百分之五了 现在有什么生意能够躺赚百分之五 这样的状态下 美国的经济能好吗 但是没办法 金融战必须要打 拜登可以说牺牲自己给美国做贡献了 只能怪他命不好 原来美国收割都是南美 欧洲 东南亚 只有拜登碰到了中国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 拜登当然支持率 嗖嗖嗖地降下来了 拜登说 美国人啊 你们太蠢了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拯救了美国吗 特朗普口口声声说的是让美国伟大 其实他真的是要弄死美国啊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是不是根据这个结论 特朗普当总统就更好呢 对于我们来说还真未必 拜登和特朗普的重点不一样 拜登的战略是全球制霸 四处出击 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加强金融收割手段 特朗普的战略是集火中国 就是全世界他都可以不管 但他要不顾一切地把中国给咬住 就是在特朗普的时期发起了 对中国全面的科技战和贸易战 特朗普说 我的眼中只有中国 否则我们美国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 你们等着 我上台了就要把中国的关税加到200% 但是在这里 问题就来了 美国的霸权体系是一个整体 必须要的是看住全球 亚太 中东 欧洲都是美元霸权的重要支点 丢掉任何一个点 美元霸权都会分崩离析 你就想想 如果欧洲脱离美国的控制 和俄罗斯经济融合了 美国的霸权还能存在吗 其实说到底 美国现在就是个四处渗水的破船 已经千疮百孔了 堵得住这里 堵不住那里 拜登是想同时补上所有的窟窿 拜登的想法是 小窟窿都不管了 集中所有的精力 补大窟窿 他们无论怎么修补 这条破船的窟窿都会越来越大 一个胡赛武装就已经让美国束手无策了 即使是拜登 也只能让美国勉强支撑 苟延残船 那特朗普呢 更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原来是25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